冰淇淋烤不雷 前段时间好火 但是我天天上面包课没时间做呀 今天搞一下 这玩意一看不就是底下烤吐司 上面来烧冰淇淋吗 作为美食播主 吐司咱自己做 这要是隔以前 我可能就直接外卖给吐司了 毕竟也学了 赶紧来实践一下 前两天还有粉丝问我 吐司做不成功是为啥 不我现在都能做解答了吗 先把称好的干料倒进来 这些料称重完 我都放冰箱里冷冻了 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酵母发酵速度很快 所以把这些料先冷却一下 再来100克牛奶 60克淡奶油 也是称完先放冷藏 液体可别冷冻了 我做的是北海道吐司 它不用水了 再来40克鸡蛋 接下来就是打面打面 先低速给它们搅匀 对了 我新买的烤箱刚开箱 要先空烤一下 等一会就能用了 料都搅匀了 加入酵母 我用的西间酵母6克 你们也可以用3克的干酵母 它俩比例是2比1替换 低速搅匀酵母 开高速打到出活膜 7成左右 这个时候可以加黄油了 20克 低速打匀后 高速打出手套门 盆里喷上这个泡泡油 不喷也行 面团折叠几下 给它团圆 盖上保鲜膜 28度基础发酵一下 发酵到这种拍起来 空空的感觉 就有胖胖胖 大概一个小时吧 还是得看这个面团状态 不能记这个死时间 我之前就是跟网上视频做 那个时间卡的死死的 但是有时候就会翻车 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影响因素 咱还是主要看状态 面团平分三块 最好拿碰撑一下 我这个双手揉圆 我这个左手还是不太好用 把它们放到冰箱里 松弛20分钟 哎呦坏了 放冰箱里要套保鲜膜 要不然冷藏的都干裂了 我忘了 排排气 擀一下 这个宽度可别比吐司盒宽 要不然放不进去 然后买吐司盒买这种黑色的 导热好了 滚成个圆柱 放在吐司盒里 哎呦我第二个滚的有点胖了 第三个有点长了 塞进去吧 28度一个小时 最终发酵 也别记这个死时间 它发酵到盒子七八分满就行 发酵的时候里边再放碗热水 有面刷上蛋液就可以烤牢 希望我第一次在家做吐司能成功吧 上火160下火180 30分钟左右 中途可以拿出来看看 要是觉得上面伞够了的话 就盖一片锡纸 吐司出炉 要赶紧脱门啊 喂 撒 看起来还行吧 我第一次自己在家做的吐司 还行啊 它也没塌腰 就是这个形状 呃没有柔好 上面看的不太好看 掰开看看怎么样啊 说实话看这个纹路啊 有点垃圾 那好的吐司 它是那种一条一条 一丝一丝的向上的 还是有待提高 晾凉的吐司给它切成块 为啥我这个面包没拉丝呢 感觉是没发酵充分 这个大口应该是我卷面团 时候没卷好 然后我们来做那个蛋奶糊 倒入50个牛奶 蛋奶油100克 我家仅剩的三个蛋黄 这个蛋奶糊的制作 是参考王花花厨房里险记的 它放了6个蛋黄 来我家也剩6个蛋 早上吃了俩 还有一个掉地上打碎了 所以我把牛奶和蛋奶油的量也解慢了 放在小锅里 不是 放在 放在小锅里 小火加热 一直搅拌啊 别让它开了 稍微变成糊糊状就可以了 把面包块滚满蛋糊叶 哎感觉正好呢 我还怕蛋糊不够用呢 你家盘子不大的话 可以参考我这个量 烤箱上火200度5分钟 我最后烤了10分钟 因为我没预热 给它来上一勺冰淇淋 这个冰淇淋 少让我买回来就用过一次 再来个巧克力味的 哎呀不太好用 有点乱 有点化了 没有薄荷 来个香菜点缀一下 OK话不多说 来品尝一下 今天很热 冰淇淋化的有点快 QQ弹弹的 奶香味十足 配上凉凉的冰淇淋 绝了 对可以蘸点这个冰淇淋 这个巧克力的两种口味 好吃不 嗯好吃 好吃 还有印象学做的好吃 这是甜品 哦这是甜品的 那你这不也是卖面包片吗 对啊 面包片也是我做的 但你要单吃面包 你肯定觉得不好吃 你再加点东西 嗯 这么吃还挺好吃的 完了冰淇淋还不那么凉 你就着凉吃更好吃 天儿这么热 发芽呀 七八年没吃凉东西了 啊 我都不喝凉水呀 也不吃冰淇淋啊 这么养生啊 这个巧克力里的 还有巧克力豆 你不吃了 那我都吃了 你都吃了吗 剩下的都让我妈糟了 这个真不错 OK 如果选择这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OK OK 我们下宝盖的 呢 谢谢大家